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7月29號 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召開記者會 談論香港議題 這是香港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 反送中運動以來 中共首度做出正式回應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楊光在會上表示 北京堅決支持林鄭月娥及香港政府 堅決支持香港警方 但是對於警方涉嫌勾結元朗黑社會白衣人 無差別毆打市民卻避而不談 有香港記者追問北京 是否譴責黑社會暴力行為時 先是中共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龔彥春出面制止 之後楊光承諾 會後會交流 但是記者會結束後 面對著大批上前追問的記者楊光和龔彥春 還有另外一名發言人徐璐穎 卻異語不發急速離開會場 有記者大聲質問 警察無差別打人 不用譴責嗎 不是說要交流嗎 但是三人都不回應 7月23號 重慶當局出動大批警察 衝進一名居民家中 綁架了20多名法輪功學員 《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說 這些學員當天在重慶市沙平坝區 法輪功學員文廷玉家中 集體學習法輪功著作 中午學完準備離開時 守在門外的大批警察衝進屋裡抓人 據報導 警方當天出動了30多名特警 40多名公安 還有4輛警車 一輛特警車 一輛120救護車 這些學員隨後被帶到不同的派出所非法審訊 警察並非法抄了他們的家 搶走了他們的一些財物 大陸六四天網創辦人黃岐7月29號被四川省綿羊市法院判刑12年 罪名是故意洩漏國家秘密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 法院還同時判決剝奪黃岐的政治權利4年 沒收他的個人財產2萬元 黃岐創辦的六四天網名則來自1989年6月4號 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網站主要報導中共官員的腐敗 侵犯人權、民間抗爭 以及其他大陸媒體不能報導的話題 2016年的11月份 因為曝光一份中共打壓訪民的文件 黃岐被捕入獄 並被關押至今 據報導 黃岐在獄中曾遭殘酷虐待 並患有嚴重的腎病 有腎功能衰竭的危險 同時還患有腦積水、心臟病、肺氣腫等疾病 她的母親擔心她會病死獄中 一直為她奔走 呼籲外界營救 但是中共連她85歲的母親也一起打壓 將老人長期軟禁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